大家好 我是Lucy 我們這次又請了溫哥華廣傳媒的CEO何生 為我們解讀天下事業 何生 你好 你好 Lucy 各位網友好 我們都是照著一個慣例 講一講我們香港 其實香港現在真是多事之秋 就是處於一個關鍵的時刻 最深的消息 好像林鄭月娥又做事 原本在1月31號中共已經將BNO 視為一個誤客化的旅遊證件 但是林鄭月娥又似乎向12個外國的聯使發信 叫他們不要自受這個證件 意思是 可能是否叫香港人不要走 何生 看看它是什麼意味 林鄭月娥想做嗎 這個事情就是特區政府這樣做就是相當之愚蠢的 首先呢 護照一個國家採用哪種護照 接納哪種護照 是那個國家的主權 這個是屬於他們國家的外交的範疇的事 那麼香港政府作為一個地方政府 一個特區政府並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那麼就沒有 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外交的活動空間的 因為《基本法》都寫清楚國防和外交是歸中央管的 那麼香港政府在這些涉及外交的事務是無必要的 也都沒有法定的權力 甚至國際法 就是承認的力量去影響別的國家 甚至在行政事務上呢 特區政府是可以和這些國家駐港的 市領人 市領管人員呢 就是可以溝通的 但是在一些涉及到採用護照這些國家主權範圍的事呢 特區政府今次做呢 就是第一就是多次一舉 因為《基本法》是不讓香港有外交的權力 這個這樣的行動呢 是如未啦 第二 是干涉了一些國家的外交的活動 和他們的主權範圍的事 正如剛才我所說 決定用哪一本護照 用哪些護照 是那個國家去畫視的 特區政府完全是沾不上邊 你只能夠說 特區的哪種護照是有效 或者是已經作廢 或者是有新的護照出現 至於採用還是不採用 是由那個國家 對方的國家自己的政府去採納 或者是去查詢 就不是特區政府說 這個護照你可以用 那個不可以用 除非說這些護照全部都是失效的 是不存在的 否則的話呢 按照《中英聯合聲明》 也都按照1997年香港的主權回歸回到中國之後呢 意思就是中國再度擁有香港的主權之後呢 這些這樣的外交事務呢 是由中國決定的 中國說它不是旅遊護照 這是中國政府的事 特區政府就無必要多次一舉 就顯示到這些是屬於大清帝國末期 那些義和團 那些屬於民粹主義的外交 是政治掛稅 是不遵守國際秩序 也都不理會國際規矩 使得香港人就覺得相當之很沒面子 就是政府的那些官員這麼沒有國際知識 去干涉一些國家在香港的市領館人員的一些外交事務的慣例 令香港人集體蒙羞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BNO護照呢 不是 記住 不是純粹特區一個政府去發出來的 當年是有中英兩個政府同意了有特區護照存在 而且中英在當年 二十幾年前 給特區有BNO護照和特區護照並存 就是一個刻意的模糊邏輯來的 就是因為香港的特殊地位 因為香港的歷史的因素 所以有這個BNO護照的出現 就並不是BNO護照當時是非法產品 完全不是非法僭建物 是合法 亦都是國際上行之有連 行之有效的一個旅遊證件 所以特區政府這樣做是純粹向北京交心 但是就占領了外交的範疇 既占領了北京的外交互動 也都占領了外國在香港的外交的空間 我覺得如不可及 根據一些新聞的報導 多個國家的年史都對這件事是自知不理 還有覺得林鄭月娥是無權要求他們做這件事簡直都是冒犯他們 另外我也想說一說賀先生 其實4月1號818案件就會裁決 這個就是關乎到2019年818的露水式的集會 如果這一次的裁決 暫時就有9個人了 梁耀宗和歐勒軒有印罪的 印罪參與一個未兼批准的非法集結 大家還要知道有民主派的創黨人 民主派的元老卡的人馬李全銘 何俊仁 如果是4月1號 如果判他們有罪 說不斷他也有可能坐牢 白髮參生80歲的 李全銘是不是要80歲? 過了 過了 過了80歲了 這件事怎麼看 走快80歲 現在香港的史上簡直是史無感要 學生 因為特區政府和中共 現在其實就不是特區政府了 其實是港共的政府來的 因為這個政府已經是被中共牢牢掌握 滲透到很徹底的了 它是要按照中共的政策 是要將香港的泛民的主要力量是要收監的 他們試圖 中共或者港共 試圖用新加坡式的威權統治 將一些民主派的人 就用法律的手段 按照共產黨的一些詭辯的邏輯 叫做依法治港 依法 它定律的惡法去治港 這種依法治港其實在西方社會來說是屬於很萬清的做法來的 其實它就是無法無天 但是就定立一些鎮壓式的法例 是侵奪人權的法例 是違反普世原則的法例 然後就說自己是依法治港 依法治港 在西方社會 特別是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或者澳洲 加拿大 從來都不會說他們是依法治港的 因為他們的法治本身就是空氣的存在 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層面 他們的任何施政都是按照法治 所以這裡是有一個邏輯的軌 即是謬誤 中共那種依法治國就是叫做rule by law 西方那些法治 本來香港在英治時代行之有效的法治 叫做rule of law 法治本身就是按照一套規矩去辦事 用法庭的案例作為一個指導原則 但是依法治國就不斷去創立一些鎮壓式的法例 然後就說按照它定下的法例去統治 去治理 其實就是粗暴去違反一些普世價值下的民主自由人權 所以李柱銘也好 黎智英也好 何俊仁也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會被中共利用它通過的法去整治 其實就是鎮壓香港的民主力量 這些事情會發生 大家都是意料之中 因為過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已經宣告法治的死亡 普通法體系已經是被國安法背後的中共的一套鎮壓的法例 是完全取代 因為國安法是有絕對的凌駕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如果4月8.18這些被告被收監 一點都不意外 何先生 李柱銘先生如果要坐牢 現在香港真的老要坐牢 又要坐牢了 因為現在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是理工大學 理工保衛宅 保衛箭 就有一千多個 當時登記了初來的學生 現在傳出了警方 可能全部要在屬 檢控他們 當時理工大學其實是拘捕了一千三百七十七個人的 有三百多個是未成年的學生 保安處 保安官員李家超曾經都說過的 就是這些學生將以暴動罪去拘捕 現在暫時警方還沒有違反這件事 他們會不會做呢? 那這件事 如果真是這樣 真是要將他們 警方違反了承諾 將這些年輕的學子全部在屬 這個是怎麼解釋呢? 就是將香港的 全部都坐牢 香港已經是一個 香港其實已經變成 在2020年7月1日之後 已經變成一個大監獄了 所以這個毫無疑問的 因為用中共的 絕對 他們那種絕對的 鎮壓式的法例去統治香港 是摒棄香港過去的法治 他要將理工的 登記了的千人 要逐個去收監獄 或者整治 或者不放國 這些都是他們那些 就是他們訂立的法例 不是去保護人民的 是去鎮壓人民 去整治人民 是剝奪人民應有權利 這些就是共產黨 1997年之後 香港和中共相識注定成大錯 這是一個必然的效果 一個沒有民主選舉的國家 去管治一個已經是逐步 甚至基本法 答應要走向終極普選行政長官和民意代表的社會 中共是沒有民主選舉 沒有一天有全民的民主選舉的國家 去管治一個已經有初刑 甚至中刑的民主程度的香港社會 香港哪有運行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人就不要再幻想 我也都講過了 大家都熟悉了 太監教你做愛有沒有搞錯啊 在太監在這裏議論別人 做愛的樂趣有沒有搞錯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已經沒有這個民主的成份 它一定會將香港變成好像它那樣 是閹割了香港的民主成份 所以不是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啊 人大 是閹割香港的選舉制度啊 大家不要搞錯啊 是完結香港的選舉制度啊 所以理工為成那件事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違背承諾 或者是香港政府違背承諾 是他們應有之義啊 他們必做的 因為他們是一個不守諾言 就是從他們的主旨中共一樣 訂立了《中英聯合聲明》 都可以變成歷史文件 它通過了《基本法》 不可以當作廢紙 現在在《國安法》之下 《國安法》之下 《基本法》基本上是無效的 實質是無效的 香港的《基本法》所承諾的自由 各種自由 寫得清清楚楚的自由 就好像中國憲法寫了給中國人民的諸種自由 都是鏡花水穴來的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再幻想 這個政府是一個正常的政府 香港政府已經跌入了一個fail state fail city 是一個失敗的城市 是一個失敗的政府 因為它失敗 所以中共就要出手 利用它們那些赤裸裸的絕對權力 鎮壓的民眾的權力 透過《國安法》堂而皇之進入香港 所以2020年7月1日之後 香港已經死了的了 過去的真香港 不過今天我聽聽袁爸爸和龔小夏報士 講香港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講了香港近幾年的抗爭運動 體現了香港人的一個精神 我看到袁爸爸都在那裡哭 可能從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國教 反國教 然後反送中 看了一些香港的年輕人 勇敢的站在最前面 還有反送中運動 數以百萬的香港人一起參與 齊上齊落 不論老 還有年輕 可能這個 比香港人或者國際社會看到香港人包括不留的一個 香港人的精神 甚至乎龔小夏報士 用到一個民作性三個字來形容香港人 那一刻我看到 其實香港人都了不起了這麼多年 不過現在我們都是想請問河三 講完香港的問題之後 講一講國際 現在都看到中共在阿拉斯街的那個會面 再一次體現了一個戰狼的本色 面目 甚至楊潔篪都說了 中共不棄這一套 之後都引起了歐盟的一個 之後有歐盟的一個制裁 中共要反制裁 其實這件事似乎的風波是不斷的話 何先生 引起國際的反響 還有對中共進一步 採取很多行動 包括過去週末那個32個國家那麼多的一些制裁 甚至提到馬格尼斯基法案 就是對新疆的官員 甚至今次加了新的 就是新疆的生產建設兵團的負責人 都是落鑊 都要被制裁 那麼我覺得這些制裁呢 現在剛剛開始 是未完的 除了新疆之外呢 那麼會下波又到香港的了 那麼就香港的那些負責官員呢 就等著落鑊的了 因為歐盟現在已經決定 看來就不會再跟中共呢 去簽這個中歐貿易協定的了 這個不簽中歐貿易協定 就是這個歐洲議會 就是表示跟中共是沒得談的了 那麼中共這麼辛苦 打算聯歐抗美 分化西方社會 這個這樣的奸計就不得請的了 就是因為中共自己 咄咄逼人 在國際上自行歧視 目凶一切 以我為主 要國際社會去聽它講 依它的方法去做 就完全是不理會現行的國際秩序 更加不尊重普世價值 因為習近平已經在七八年前已經說了 不需要理會普世價值的 也都不准中國大陸去提普世價值 就是證明它是要跟國際呢 是對著幹的 它是要用中共那套取代國際 那麼中共再加 就是這幾年很努力 要爭取去全球治理 其實全球治理的背後就是中共赤化全球的一些委員的說法 參與全球治理 就是展開全球赤化的大計劃 所以大家不要給中共那些美好的詞句所迷惑 當它說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候 就是表示它要決定人類命運的時候 它要走它那套 要世界跟它那套 要人類跟它那套 並不是它去改變自己 去加入全球普世價值的大家庭 所以在這個語言的陷阱下 大家就知道 這個阿拉斯加會會面本身就是一個立場的宣示 是一個中共的底線思維的一個展示 但是國際社會吃不吃這一套呢 它說中國不吃這一套 但是國際社會也都不吃這一套 不吃中共這一套 如果吃你這一套 那就等於西方社會要放棄現行的所有規章制度 要跟中共去走他們那套 那就是西方社會那些選民 會不會接受呢 絕對不會吃這一套 這個中西之間的矛盾 最關鍵就是出現在中共的極權體制 是現在世界上是僅如數出來的十個國家都不到 然後走這些反人類的制度 中共還在死力堅持 那麼西方社會也看得出 中共這種制度 這種是違反 別說戰後 違反民藝復興以來 就是人類走向文明開化 走向全球一體 是那個軌跡 中共是逆路而走的 所以它那個做法是可以說糾言殘喘 就算它的祖師爺俄羅斯 就是過去的蘇聯 就是今天的俄羅斯 也都開始走回去 近回西方社會 要走回民主選舉 雖然俄羅斯的民主選舉是千瘡百孔 一樣是威權體制 但是它都是走西方式的民主軌道 是瑕疵極多 但是起碼它是給人一票去選舉 你可以說它是走票 你可以說它是有很多舞弊 但是它是真正落實到俄羅斯人民 是去投票選舉這個總統普京的 中共又沒有 中共一天都沒有 中共不起這一套 就變成了中共報導的一個主論調 其實包括這一個字 這句話又被一些人來惡搞它 但是另外一年都看到現在 西方都不起這一套 似乎第一 林鄭月娥就要求12個國家不接受BNO護照的時候 多個國家都自知不理 人家不起這一套 這一次歐盟又是這樣 就是因為它反制裁歐盟的多個議員 還有一些學者 還有一些團體 人家都似乎不起這一套 好像見到 歐洲議會的德國議員就說了一句一句的 就是戰狼的攻擊 將會付出昂貴的代價 也就是中共自己所做的東西 是自己炸自己的腳 這一個 想和先生幫我們分析一下 其實中共現在在國際上 是不是形成了一個天下為中 中共在國際上還有沒有出路呢 我希望以後不要用天下為中 這個中是中國來的 最好改天下為共 因為中共不等於中國 很清晰的 用為中就好像世界那些其他國家和中國人民作對 其實這個字有很多誤區 有很多謬誤的 所以盡量不要用天下為中 中國人民是沒有罪的 總之他幾筆爭氣 在那個執政台上 壟斷了權力的中共 是萬惡資源來的嘛 所以用天下為共是準確的啦 歐洲已經加入了天下為共 美國不在乎下啦 現在連這個五眼聯盟 日本 以往日本對中共都是很謹小慎微的 用字用詞 很怕得罪這個強輪 但是這次在菅義偉首相領導之下的日本政府 是簡直是直斥其非 對於最近中國的海警船通過法例可以開槍 在海上開槍 變相等於引火啦 即是引箭啦 因為你能開槍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啊 或者日本的海警船呢 一樣可以還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日本已經講明 如果中共在這些 日本叫做尖角豬島 中共叫做釣魚島 即是有些海壁 有些什麼的武裝行動呢 日本是會強烈回應 還有關於台灣的問題 日本都講得很白的了 台灣有事 日本就會用周邊有事法 已經很多年前通過了 再加上美國現在已經講明 日本如果跟中國有什麼事 美國會完全站在日本那邊 正如台灣有什麼事 和中國有什麼衝突 美國會站在台灣那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共不吃這一套 國際更加不吃中共這一套 已經很清晰 所以現在變成天下圍共的形勢 中共在國際上不是戰狼 變成孤狼 是孤狼 很孤立的 這個孤立他想找俄羅斯來壯大聲勢 想搞變相的非美元區 即是俄羅斯傳出來想將中和國際的交易 用非美元化 用什麼呢 用勞報啊 用人民幣啊 那這些這樣的非美元化的作為呢 我相信是很難成功 因為在全球化的形勢下 有些什麼重要的交易 沒有了美元可以走得通呢 即是不要再在中和之間 在自己搞變相內循環 內循環等於 即是 局死自己 因為你沒有了國際貿易 沒有了美元的交易 你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貨品 很多產品根本就賣不出去 也都賣不進來 所以 即是習近平 即是有關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來訪問 習近平都沒有見這個拉夫羅夫 很少見的 即是如果真是中和 能夠結成一個中和的新結盟 那麽就 習近平應該第一時間 就不要去福建考察啦 福建考察有些什麼大不料 有些什麼的緊急性而已 那麽應該是在北京就接見了一個俄羅斯外長 但是沒有 那就證明了中和之間 都還是未曾擺開的心結 那就記住中共是很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啊 那些石油的輸出的 那麽還有很多一些農產品 以至農木產品 包括那些豬肉呢 都要靠俄羅斯 結果過去幾年呢 靠俄羅斯的豬肉呢 就搞到中國大陸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豬溫蔓延了 那麽就是因爲它不買西方豬嘛 不買加拿大豬嘛 用俄羅斯的豬肉 那麽就自焦虎吃 搞到現在都未完未了 那麽所以這個天下圍共的勢呢 就不只是美國 也都不只是東亞國家 是美歐超過30個國家 那麽如果對這個有關香港的事務來説呢 還有50幾個國家 是對香港國安法 香港現在的狀況呢 是表示極度憂慮 還有關注香港最新針對這些泛民啊 針對一個香港選舉法的修訂呢 外國50幾個國家都表態 那麽這些都是主要的西方國家 甚至現在開始一些東南的國家呢 都對中共呢 開始要想清楚自己下一步 那麽當然大家看到菲律賓 那麽最近呢 給中共那些漁船呢 在那些黃岩礁附近的海域呢 就排著二百多艘的漁船 所謂漁船呢 其實是中共那些偽裝的船隻來的 分分鐘裡面是有中共的人員和武裝力量在上面的 中共很善於用漁船這種包裝去入了人家的海域 那麽很多時候呢 中共那些漁船呢 是侵入別人的海域 又遠到去印尼的海域 也都試過給其他國家打沉中共的漁船 因爲它根本就是侵犯人家的領海 去到人家的地方 又沒有打召喚 那麽就去濫捕這些人家領海的漁博 那麽所以中共現在那種孤狼 或者是狼子野心 很多國家都看穿 疫苗外交呢 中共就很努力去做 但是中共的疫苗的有效那個程度呢 是不斷受到質疑的 在南美那些國家 打了中共數以百萬計的疫苗之後呢 他們那些確診症反而還上升 那麽就令到人家 懷疑中共的疫苗是否真的有效呢 那麽科興都說它的有效程度都是 百萬之五十多少少 五十一都未到 在那麽情況之下 你又要搞疫苗外交 但是你的疫苗的有效度又不足 好 那麽看香港科興疫苗還搞到現在有 就是打了疫苗之後的死亡個案呢 就接近十宗了 就是科興自己 那麽其他的那些復必泰都有 但是別人沒有這些疫苗那麽高 就是打了疫苗之後的死亡個案 那麽也不是說 不是說所有疫苗都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疫苗一定是有風險的 但是中共的疫苗的風險係數呢 是特別高的 那麽這個都是大家都看到 香港有個實際例子看到的 Lucy 是不是 加入榮譽會員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